這是我們第二次來燒萊步道 上次走到波金家的入口就停下來了 這次準備要把燒萊步道走上波金家一起走完 我們現在在這 要一直往上走 從1.5走到0.88 然後進入波金家 這是燒萊步道東入口 要一開始走的這樣的友善的步道 等一下就會看到它的真面目 雖然說在那個難度上面 33國家風景區說 這步道屬於步道難度低的第一級步道 我們上午大概6點多 不到7點出門 到這邊的時候已經10點左右了 上次來陰天下雨 現在來是晴天 光線不一樣 看起來會不同 往左山頂觀景平台 右溫泉巷 現在已經出現石板階梯 還好現在變成這個白鐵的台階 還好它不是太長 0.9K 快到那個涼亭了 就是上面這一段白鐵樓梯走完 到涼亭 涼亭之後繼續往波金家出發 先別說大話 還好燒萊步道的這段路真的其實不太長 馬上就到這個涼亭 我們往左古關的客中心 往下往回走就是 上來步道東出口 我們現在到這裡 0.8K的觀景坪 等一下要往那邊 波金家 就在那個黃色吧 我們接著要往波金家山步道出發 就是要從這裡開始走一段 將近150公尺的抖下坡 然後變成超過1.2公里的連續抖上坡 雖然1.8到三角點的爬升 沒有像前面那麼抖 但是想必也不容易對付啊 入口一開始先來一點填頭 因為腿力還沒有經過上坡的消耗 下坡算是長一點填頭 那剛剛看的圖其實挺恐怖的 一路往上 剛剛先經過那一段 一開始的填頭 後來變得比較抖啊 有點急距的抖 所以不是下坡就是填頭 過了那一段比較崎嶇的下坡 陡峭的下坡之後 我現在出現的旁邊還有這個 木樁的扶手做得非常的好 這個才是真的填頭 就不需要用那個很不習慣的登山杖 來先幫你支撐 上坡路段開始了 那這樣子一路往上啊 這裡是屬於波金家 視野比較好的部分嗎 可以看到河谷 還有對岸的房子 剛剛走過這裡 地上的石頭其實蠻亂的 我知道等一下到2.5K的那邊 會有亂石堆的樣子 但這個其實也蠻亂的 那邊還會更亂嗎 前面這棵樹蠻大的 我不是要講這個 主要是我發現這一路上 好像都沒有看到任何的里程的指標 白毛山好像有 至少確定的是八星山是有的 至少要出現這個步道方向嘛 沒有里程的標誌 有步道方向 這一塊也不錯 當然走上來有點不好分辨是哪一邊上 但這邊兩棵樹都拉了兩條黃色的袋子 所以我們決定往左 就是這裡 走老半天 女王好不留情一直把我甩到後面又拉越遠 我就不能停下來拍 還沒有一喔 還沒有一喔 有幾都沒關係 我都沒看到妳的背影 我就不敢停下來拍 不是因為我都走那裡 捷徑 我知道阿 所以我也跟著走阿 真的阿 這段不能錄 喔 那我們等一下看到他要給他拍一下 他等一下應該會再上來 我覺得啦 因為剛下去而已阿 所以我剛剛有遇到 剛剛在0.5那時候遇到的阿 差不多我就問他自己 他就衝阿 對對對 他就說927 然後我就跟他加油 喔 好猛喔 剛剛遇到那個跑的是波金家神人 嗯 927 那等一下要跟他錄一下拍個照 喔 波金家真的有夠抖的 啊 喔 這個是那個巨石區嗎 有那麼快嗎 欸 巨石區不是在2.5 嗯 在3.0 3.0 這邊才1.5阿 1.5過了啦 喔 有點失望欸 還沒到亂石區 眼前就是 傳說中的亂石群嗎 波金家的亂石群 是1 到達2.0 前面有山友要下山 哇 他帶一條狗 波金家這狗 前面是亂石堆吧 但是又不像說那麼快可以到3公里 因為我們才過2K沒多遠 走近一點看 如果這個不是亂石堆 那 表示後面那個真正的亂石堆才有夠亂的 這個是有夠亂的亂石堆 剛從下面上來 這邊經過一個 我覺得應該也是亂石堆 但這邊也有 不曉得哪個才是真的亂石堆 但感覺剛剛那個規模比較大一點 波金家神人出現 我們遇到 波金家神人 話說轉個彎就到了 這裡已經離起點 有一段時間 這個轉個彎就到哪裡呢 轉個彎就到了平坦路 只是這平坦路不曉得會 難得一見平坦路不曉得會持續多久 待會波金家的原貌又出現了 讓你輕鬆一下爽一下 欸 涼亭 我就說嘛 波金家怎麼可能沒有 涼亭一定會出現的 你看這個必須手腳併用的方式 剛剛是不是有一個指引說 要拉繩子上去的 就這吧 他好像寫3.5耶 這邊不是才3而已 山過了一些了啦 看女王 平常逞牆的 他一定不會用手去摸 這個真的夠抖 他才會用手去摸 從剛剛那個山路這邊走上來 本來是走到右邊去 發現好像跟他走的路不一樣 然後上面有這條纜繩 這條纜繩 是拉著要走過這堆石頭的 我們就來收走看 那邊好像還有條路 那邊 Let's go 剛剛在起點的說明 有一個點 是說 攀繩岩吧 就是需要拉繩子的地方 但看起來好像不需要 沒關係他既然說了 我就來攀一下 剛剛從底下 往上拉繩子 單手爬 欸 女王在那邊拍 風箱 很美麗喔 剛剛又小攀了一段繩子 上來不曉得看到什麼 啊 視野大開 視野大開 真是漂亮 這應該是波金加山 難得的這個 廣闊視野的一個角落 看那一棵松樹 那是在山上長得很大 跟平常在路上那些園藝 園藝店裡面看到那種小盆子 是完全不一樣 到了嗎 到了嗎 聽到山友在聊天的聲音 到了嗎 哦 前面應該就是囉 看到山腳點的木樁了 這個一定要 抵達 先跨過眼前這塊大石頭吧 啊 坐下 頓一下 腿綿那麼長 還是過關啦 總有遇到啊 準備在山腳點拍照 從波金加的山腳點 要回 要往回走啦 我們要回頭的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那顆石頭 那顆叫做飛來石 可以看到那塊叫做飛來石 很多網紅在那邊拍網美照 接下來是底下是空的 雖然空氣有點涼 但是防曬還是不能忘哦 又經過一番奮戰之後 終於回到波金加登山口 最後終於回到燒萊步道的入口 但是已經一身狼狽了 掃下QR Code 還有更多有趣的影片可以看哦